有讲到燕萍女士呢 她自己决定就是说 不用这个报复律师 所以她换了一个新的 这个新的律师呢背景非常强 以前呢还是这个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然后呢她也是在这个南区法院呢 有做这个联邦这个就是检察官做了七年 所以她的这个资历和背景非常强 她现在呢也是跟法庭有提出来 她会接受这个燕萍女士的案子 燕萍这边也没有什么变化 跟上次几乎还是一样的 除了你刚才看到的 由律师换掉 然后其他的也没有 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信息